今天呢,在各大渠道,我们都获取了这条令人非常遗憾的新闻头条 多想是在做梦一样,可梦究竟还是行了 东航目前确认是132名人员,飞机高速垂直的状态坠落,确实凶多吉少 但是,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有幸存者,可能很渺茫 东航的失事,机上的人员有奋斗的青年,有旅游的老年,有青春的奋斗者 他们都是家庭的一份子,每个家庭都不能缺少任何一个人 可,现实就是如此,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 没有人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,没有人愿意遇到不幸的时光 可任何事物真的不能以人的意志转移 我们能做的只有做好当下 前一秒还对孩子大喊大叫,请再关心你的孩子多一点 前一秒还在对亲爱的人忍烧热讽,请多多地爱他一点 前一秒还在对陌生人指手画脚,请对他多一些理解 前一秒还在对不顺利的事斤斤计较,请耐心地把它处理完 前一秒还在对生活充满抱怨,请对自己多多宽容 也许留给我们的下一秒真的不是满意的 也许是悲伤,也许是谩骂,但下下秒就是美好 时间不会停止,改变我们自己 让生活变得更快乐吧 终究这个世界属于你